今天和大家開箱分享 Spiderpunk 是樂雨露蜘蛛盒 亦是 PS4 遊戲入面另一個造型 這次的包裝設計和上一次是大同小異,都是紅藍色為主,封面印了主人翁 圖案是橫跨三面,正面和兩邊側面,都蠻漂亮 當你揭開蓋子,便可以看到窗戶,窗戶內有其他配件 事不宜遲,快點和大家開箱分享 頭雕方面和上一隻遊戲機支出入差不多 只是加了黑色的釘釘,模仿大滾油的攻擊頭 今次的服飾,都加了一件牛仔背心 除了後面印有圖案和釘釘,胸後都印了扭扣的造型 就像你去演唱會買那些,都蠻有趣 那件緊身衣服,都是一般的Hot Toys 物料 但用了兩隻物料 紅色的,鞋面薄薄的,就像回歸日那隻物料 小心,很薄的 另外,藍色那隻,就像上一隻GDrop 那個 都是沒什麼特別 另外,那雙高筒的波鞋,都有GDrop Logo 蠻有趣 首先,更正一下 它的手肘是雙關節 而不是我Facebook Live 開箱時所說的單關節 Sorry Sorry 還有,可能沒有用齒輪關節 當你彎低身時,會彈得很厲害 大家就住 但其他關節,也不覺得有這個問題 還有,包幹衫一樣 當你扭動的時候 一定會摺起 但你可以慢慢移開它 還有,當你還原基本部的時候 它會自動修復 我試一下整個造型 首先,把吉他掛上去 通常我會用鉗子去調整 這個扣子 因為那些太細了 如果不是拉到… 握完拉爛 都還未可以拉得開 慢慢拉開之後,掛上去 再調整一會兒 我會喜歡拆掉頭,因為比較容易 頭不是磁石,是用普通球組合 跟上次一樣,頸和頭都有兩個角 先頂上去 手握其他手 但造型好像怪怪的 試試能否調鬆一點 還是不行,不喜歡,試試另一件事 首先舉起左手,然後放吉他進去 順便一提,吉他有吉他線 吉他線是很幼的 所以大家裝的時候 我個人會用鉗子 慢慢把手指握進去 不會強勵 免得一會拉斷線 到另一隻手 好奇 他身上的可動 彎後是不錯的 而且完全沒有回彈 和彎前是兩樣東西 這值得一讚 而且這次的身體 是沒有用到肌肉膠的 全部是用素體的硬膠 有好有不好 不好的,線條有些位會穿奔 但好處就是,可動較高 譬如你一隻手,便可以比肩膀高 可以嗎?我先把手指握上去 拿去吉他 放一個造型 然後調校一下 可以嗎? 覺得效果滿不滿 配件方面 有你熟悉的Hot Toys 蜘蛛絲 只要你之前有玩過任何一隻蜘蛛盒 你都會熟悉的 所以我不太花時間了 當然也有射出來的蜘蛛罩 上次的蜘蛛機械人 這次的蜘蛛機械人 如無記錯,蜘蛛的蜘蛛是可以亮的 但不能拉出來 始終我沒有玩遊戲機 所以這隻蜘蛛有沒有用呢? 我也不知道 接著到吉他 因為某些原因 它的造型要改變 所以和樣板的相片是完全不同的 但也有細節 有穿了吉他線 還有扭曲 都非常細緻 但小心 那些蜘蛛線是非常幼的 雖然有彈性 但也很適合 但我嫌他的相片 是比較簡單 而且沒有什麼質感 怎樣? 後面也有一條斜揹帶 可以自己調校 可以有什麼相片 可以 可以 之後到磁蜘蛛 可換眼 其實跟上一隻一樣 都是六隻眼 你旁邊把它貼進去便可以 我看過外形 應該跟電影版 是不可以共用的 但你遊戲機那些 應該都是同一個尺碼的 如果大家喜歡 或者是不見了的 可以先用另一個尺碼的 OK的 手腕插件 這些通常都是以防 你有冬瓜豆腐 你就可以 不需要 沒有這隻 另外有兩粒芝麻 我猜 應該是當你衣服脫掉 的時候 把它貼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 這次跟了十二隻手型 首先有普通攤泥手掌 印了蜘蛛紋 以及手心的兩個開關 都印了 我沒有玩過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按鈕 就彈蜘蛛絲 上色都可以 不是特別仔細 但是 交到功課 接著 另外兩隻 就是趴地手 手指伸起 方便你做趴地的動作 之後 到這隻手掌握 手掌握配件 其實應該是 抱歉 抱歉 我才忘記了 接著 這個尺蛛絲 都是基本動作 都是基本動作 接著 這次有兩隻 握蜘蛛絲 拼的手 上次遊戲機的只有一隻 這隻是值得抵贊的 變成 兩個不同 都可以拼 可以做兩個不同的造型 最後就是一對拳頭 這隻 在開訂時 沒有人有興趣 但出貨 又不錯 始終它是 下雨露的造型 在香港幾乎特別少少 還有 Hot Toys 在聖尼亞哥 已經公佈了 它會推出其他遊戲機造型 所以有些收集家 可能想 儲存這隻 這隻 我覺得值得一讚 就是它的造型 未必每個人都能接受到 但如果你接受到 是蠻有趣的 因為我想 應該不會再有第二隻 Rock and Roll的蜘蛛盒 而且它的服飾 都蠻型 有一件皮褲 和一個波鞋 而且 如果你想集齊 蜘蛛盒遊戲機的造型 怎麼可以少得一隻 好了 接著到尾中不足 始終 它的腰部沒有用到齒輪教 回彈是蠻厲害的 那我就接受不了 而且它的結他相識度 略嫌 單調了少少 沒有質感 希望將來有機會 再推出時可以改進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裏 差不多 將來再和大家見 拜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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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